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好像又还没有开始这样 所以11月底12月要来了 12月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在庆祝的 还是一些成果展 就是我们今年做什么事情 在这个月12月的时候都可以呈现给大家 同样我们数位赫出兵也是一样啊 然后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这边 好像也有一个成果的活动 那我们就先来邀请我们一直都存在的伙伴 就是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的家方 来跟我们讲一下 哈喽大家好 12月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跟你说 其实12月我们真的是没饮菜 因为其实刚才文婷有讲到12月 其实是我觉得对大家来讲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月份 因为譬如说如果是教会的团队 可能12月就要开始忙 圣诞节的活动 因为就等于是一个年度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那当然对于许多的社福单位 包括一些企业团体来讲 12月其实是一个丰收的概念 就是你今年做了哪些事情 他可以在12月做一个非常好的呈现 那所以回扣到基金会 其实我们今年呢 在12月21号礼拜六 我们要办一个好处兵生活节 这个以前有办过吗 没有呢 第一次啊 对 是怎么想办这个生活节 我们基金会虽然已经深耕在全国各地 大概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但其实很多一般的民众 他对于基金会在做的事情 他还不是有那么具体的概念 对还是有点陌生啦 对没错 其实听众朋友听了那么多故事 其实也还是不知道说 基金会你到底具体是在做哪些事情 对没错 所以我们刚好就是想说 12月份其实是一个办活动 非常有view的一个月份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 刚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活动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认识中华电信基金会 那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在这个场合当中 认识我们的数位候处兵 太赞了 所以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 听到这些单位 我们在那一天去到现场 有可能可以跟他们进行第一类接触 对没错 所以其实呢 我们今年的活动 我们之所以要取座 叫做候处兵生活节 其实是有几个典故 一个就是因为 大家在广播当中 常常可以听到文婷在分享 数位候处兵 数位候处兵 所以我们觉得候处兵的元素 要放在活动的这个名称当中 那另外一个 为什么要用生活节的概念呢 因为其实 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数位候处兵 在当天的摆摊 让我们一般的民众 可以走到这些社区部落的 日常生活当中 对 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候处兵生活节 那另外的活动的亮点呢 就是我们把它定位成是一个 亲子公益的园游会 对 因为其实 我们的概念也很简单 我们希望不管是大人 或者是小朋友 当他走进这个园区的时候呢 他可以透过非常趣味 然后很容易入手的方式 就来认识我们在做的东西 所以园游会就会有摊位嘛 对 这一次的摊位是我们 数位候处比吗 DL这一次办的这个活动场地呢 他其实是在我们的板桥体育馆 外面的广场 那这个场地呢 其实非常的宽广 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基金会的 这些数位候处兵 我们邀请了23个来自全台各地的 候兵又共襄盛局之外 我们邀请了另外一个厉害的团队 就是我们的止风车剧团 哇 止风车耶 对 那主要也是因为其实我们基金会在 这几年跟止风车剧团 一直有很好的合作默契 那我们之前跟剧团合作的方式 其实是邀请他们到我们的数位候处比 去进行这个戏剧的演出 所以他其实跟我们走了非常多的地方 那今年我们就想说 刚好一来是一个亲子公益的园游会 所以希望我们在园区里面展示的 表演的都是大朋友小朋友 都会很差别 所以就邀请了剧团的伙伴一起来参加 所以这个活动是在12月21号星期六 对 那他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问的期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的 大概4点半5点会陆续 就是摊位就会陆续结束 对 所以也邀请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共襄盛举 在板桥的体育馆 在板桥体育馆的广场 对 那这个地方呢 你除了可以看到止风车剧团的表演 还有我们数位喝出 在那边的摊位 可以跟这些平常我只是在广播上面听到的 这些单位呢做第一类的接触 有一些人搞不好上过节目 你去那边听声音还可以认出人这样 对 那另外还有别的舞台表演 是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除了刚才有讲到 我们会有一些 介绍我们在地的产业的摊位之外 那另外在主舞台区呢 除了止风车的剧团 他们会有定时的这个表演跟互动游戏 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来自我们 数位喝出逼的这些表演团队 大家呢可以把他们在当地的这些 平常练的这些18班武艺 全都搬上来台北 我知道 有那个上次节目当中听到的宋江镇 是没错 你真的记忆非常的好 我们这一次呢 在活动当中 我们就有邀请了来自 嘉义新港股民社区的宋江镇 那因为其实在对台北的这个民众来讲 可能有一些在地的记忆 他只能从电视上看到 但是这些就是我们在地 非常宝贵的文化 所以像在我们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呢 我们就邀请了嘉义的这个小朋友 来表演这个宋江镇 那另外呢 还有我们南部的喝饼义 有来自屏东赤山社区的森巴谷 森巴谷我们之前也有访问过嘛 对之前我们有访问过潘村长 那村长那时候有分享 他们在带领小朋友做森巴谷的 这一段过程当中的坎坷的故事 对 那另外呢 还有我们来自花东的朋友 有来自我们这个花莲家福中心 还有花莲黎明教养院的团队 他们会用舞蹈跟音乐 来表现他们平常的 这个非常认真的练习 那当然我们的后出兵当中 有非常多是跟远乡部落有关的 所以在我们下午的第一场演出当中呢 我们就邀请到台东资本卡大地步乐团的孩子们 他们会带来北南族的这个舞蹈 那最后一个演出呢 是我们台南的朋友啦 他们会带来非常棒的音乐演出 哇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舞台的节目 我就直接站在舞台前面 或是坐在那边 我就不要动啦 因为太精彩了 真的学买卖丁当卡好啦 对啊 我才去10点到亿包4点 我就在那野餐就好 对吧 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啦 因为这次要编排这些社区伙伴的探访 还有这些表演节目 你会发现其实 在我们台湾各地 有非常多有趣好玩的东西 其实只是大家没有机会 真的实力去探访 那我们就想说 刚好趁着一年的这个 后出兵生活节 希望可以把它一次揪到我们的场地当中 跟这个北部的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可以call out其中一个表演团体 然后我们来请他讲一下 他们当天会来跟听众朋友 或者是现场的观众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刚刚讲到最后一个节目是 台南林子内教会来准备的 我们先call out给我们的师母 现在呢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 台南林子内教会的林妙莲 妙妙师母 师母好 文婷好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 好 师母 我们知道 你会在12月21号的时候 我们教会会到我们 喝醋冰生活节这边来 有一个表演吗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表演大概是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吗 我们现在已经都开始在练歌了 那是一个圣诞的主曲 配合小型的乐器 小朋友跟我们的传道都会一起到现场去表演 那会有一段那个舞蹈 这个舞蹈我也不知道他要跳什么 但是一定会让大家很惊喜 那会有亮点 那我自己也很期待 光是讲到圣诞主曲 整个那个气氛就起来了 因为生活节是12月21号嘛 再没几天就是平安夜 圣诞夜了 所以刚好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圣诞的氛围 可是你们在那边也会有摊位 对不对 对我们会有一个摊位是针对手作教会的所在地在白河 那白河最有名的就是莲花嘛 对 然后会有一些莲藕粉 会在那边贩售 那我们会有DIY的摊位 就是教小朋友或是大人们 如果对那个圣诞奶油蛋糕的名片夹有兴趣 或者是一只很可爱会走动的企鹅 想要来试试自己的那个手作能力的话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的摊位逛逛走走 那也会有卖一些那个手作的作品 像是郁金香 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分享呢 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 在那个圣诞的氛围里面呢 多一些欢乐跟缤纷的色彩 很棒喔 所以去那边不是就是只有单纯的看表演 我们也有很多在摊位上 有一些互动的一个游戏可以体验这样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 因为教会12月一定很忙耶 因为12月都应该有一些多年嘛 所以也趁这个机会 我们要不要请妙妙师母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12月的时候 我们临子内教会这边 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 我们教会现在目前在建堂 所以今年的话应该只有一个 如果大家要来参加也可以 就是一个赞美礼拜这样子 会在1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 就是12月29号 所以大家就可以到现场去 那建堂就是要建教堂吗 对我们要建一个灵修院 在我们的山上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再建一个灵修院 在1983年 上帝让我们有这个意象 然后就有一个牧师 在意象中 上帝启示他说 在这个地方要盖一个灵修院 那但是他奔走很久 但是就是好像没有起色 而且当时候的人会觉得 你这个牧师怪怪的 怎么会来这边想要盖什么灵修院 但是当肖牧师 开始在打造白河林子内 成为一个心灵的故乡 那听到这个故事 然后就赶快去拜访这个李牧师 李牧师就把他当年整个梦到这个意象 然后整个过程都跟肖牧师讲 那肖牧师就开始从整地 然后带领小朋友一起捡石头 种草皮 那带领会友一起 把一个荒地慢慢的建构成一个清清草原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开始盖这个灵修院 那盼望这个地方能够成为忧伤的人 那或者是心里没有平安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人很苦闷 不知道前面怎么走的人 都可以来到这边来询问神 然后追求心灵的平静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会把 这个很大的事工完成 那盼望有一些人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来享受这边的临近 那也能够透过这个大环境 然后体会上帝 其实一直都跟我们同在的这种临近跟美好 建造这个灵修院不是只有给会友使用 然后盼望这个灵修院真的是 能够带给很多人一起来认识这个上帝 你愿意来支持或是想要更多的了解灵子内教会 都欢迎大家 上网Google白河灵子内教会就会有了 好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 想要来帮助灵子内教会这边做一个 大家都可以去 然后做寻找心灵平安的地方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上网搜寻一下 台南灵子内教会 然后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络 那看看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协助他们 或者是呢 在12月21号这一天 来到我们板桥体育馆广场这边 参加我们的好处兵生活节 那我们的灵子内教会的伙伴也会在现场 那我们也会有摊位 你也可以直接用行动来支持他们 好那我们先谢谢师母了 欢迎大家一起来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好 欢迎大家一起在12月21号的时候 到我们板桥这边来 早上10点就开始了嘛 对我们活动其实是从10点开始 一路杀到下午 好 所以呢 其实亲子公益园游会 这个时候 我们做人北部的 就是你的 勤手的时间 你就是把小孩带去那儿 然后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 过一整天这样 因为我们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子风车剧团 绝对是孩子们的偶像 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喝醋B们 他们各种不同的精彩表演 也可以让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自己就直接钉在那边 都不会动了这样 但是摊位也是要去跟我们高官 对 因为我们这些摊位呢 大部分是社会企业 那我们除了跟他们购买东西之外 也帮助他们可以自给自足 对那其实在活动的这个设计上 其实有非常多的讯息 陆续会提供给听众朋友 所以在接下来在委婷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时不时会把这些好康的讯息 跟大家分享哦 哇敬请期待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要回来访问蹲点台湾的同学 这一次他们要带我们去更远的地方 就是台东啦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来 四位好处兵 我是文婷 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同样的邀请到我们 去蹲点台湾的同学 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同学 他们非常感激 他们一开始去蹲点的 我刚才给他们问说 你们觉得 就是一开始坎坷 后面有比较顺吗 他说没有 就是中间也坎坷 后面也坎坷 到底什么坎坷 我们等一下邀请他们出来 跟大家分享 我们现在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要欢迎的是 台大生物产业传播剂 发展学系的洪若婷 若婷好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若婷 好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 师大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的 陈安琪 安琪好 哈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个你们两个是不同的学校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怎么会一起来报名蹲点台湾 我们是高中同学 然后我们高中就很好 然后就是当初是我看到 就是这个计划的海报 然后我就想说蛮有兴趣 然后因为感觉跟高中 跟他感觉就是可以相处很久 然后要一起待在一个地方 四五天 感觉就会觉得应该会还蛮好的 所以就问问看他 然后他就同意了 那为什么安琪会答应呢 因为是暑假要去嘛 然后我们六月 五六月就有在讨论说 暑假要做什么事情 对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没有什么计划 然后他有一天就突然传了海报 就是传了蹲点台湾的海报 对 给我 然后我就想说还蛮有趣的 因为看到说有服务也有记录 我觉得是都是我有兴趣的 对 所以我就很快的答应他了 果然要参加蹲点台湾的大学生 都要有一点自讨苦吃的这种特质 有服务有记录 竟然说他有兴趣 因为你们原本 中央电信基金会这边帮你们安排的是 去桃园的比亚外部落 可是后来因为台风的关系 红台跟他那边的连外道路 用一个团没那么多交通了 所以你们就变成改到南回健康 促进关怀服务协会这边 那个地方在台东 对不对 更远了 那你们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心里面是什么感想 因为我们是前一天 出发前一天 晚上才收到中华电信的通知 然后那时候我已经 我们都已经打包好了心里了 然后就收到通知 就有一点晴天披霉 对 那就那怎么办 就是要赶快做一个处理 对 而且我就是 我原本是计划去玩蹲点之后 我还有另外一个实习 然后就整个就想说 我整个就是计划都被打断了 然后我又就是 有点慌张了一下 然后突然就 我好像可以赶快就是跟 那个实习的说 那要不要就是 就是调换时间 然后提前 所以就那边答应之后 好像就比较没有这么紧张了 对 然后就慢慢的等 就是嘉一姐给我们通知 可是南怀健康促进关怀服务协会 本来也在你们的志愿里面吗 其实没有 对 其实没有 就是 因为就是我们 其实在上一个暑假 就是有 我们两个都有到台东去 就是打工换宿 然后在那边待了一个月 然后就想说 就是已经是在台东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换个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就是 那时候看到那个志愿 就是简张下来 就是直接把台东删掉 你们跟其他人不一样 因为其他人就想说 越远越好这样 然后你们竟然是先把它删掉 那你们去那边的时候 因为他那边 应该有很多部落的原住民 然后也有很多 他们要做的事情 因为其实之前 我们有访问过协会的理事长 那理事长有跟我们说 他们在那边 明天你热热等 就是他们还要促进健康 还要再关怀 也要做服务 所以去那边 其实要做很多的事情 可以聊一下你们去那边 服务了哪一些事情吗 就是我们有对象是小孩 也有对象是 关怀协会的老人 也有对象是 日照中心的个案 就是主要是这三个面向 然后小孩的话 就是我们在事前 是有先准备一些教案 就是课程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 就是有给他们教学 这样 然后除了教学之外 我们还有 类似是每天晚上 就是陪他们一起 就是课服 就他们写功课 然后我们在旁边 然后 那个关怀协会的话是 就是那边的老人 是还可以自己行动 然后他们就是 也有一个老师 会带他们做一些 手工制品 或是一些舞蹈课程 就是一些 带他们做一些小活动 然后我们就是 也是就是陪伴他们 日照中心的话 我们主要帮忙的 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 一个陪伴者的角色 因为那边本身就有造福员 然后造福员阿姨 他们就是会打理 就是老人家的生活起居 然后我们常常就是 可能帮忙推推轮椅 然后带他们去散步啊 跟他们聊聊天 对然后或者是 他们也会玩一些 练习他们认知的游戏 我们也会跟着 他们一起玩这样 嗯 所以你们在那边 就是其实服务的范围 还有目标对象 蛮广的 那你们有时间做记录吗 记录片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这次最后 记录片主题 叫做冠军背后 那他主要是在讲一个 一起舞动的歌舞剧竞赛 他是应该算是 全国性的那种 对然后那边的图板实验小学 他们还蛮特别是 呃参加了五年 连续五年得到冠军 哇 对 很厉害耶 对就是我们也觉得非常的 呃这是一个很值得 纪念的事情 但是呃当我们在那边认识部落的时候 发现说呃他们今年要停赛 就想说 为什么 对就是我们很想要探讨这个问题 对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停赛一件事情 是我们跟就是那边的小孩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跟小孩相处 然后也会就是跟很多小孩接触 然后我们从小孩那边得知到 就是要停赛这个消息 然后我们也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就因为好奇 然后我们就就是询问了很多相关人士 然后我们有去问呃 学校老师 然后有问学生家长 然后也有问就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然后就是后来是发现 就是他们好像在进行的这个 一起舞动的民族教育 嗯 然后跟他们的一般的课业 在这两个方面好像取得平衡 可能有一点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就是想到解决方法 嗯所以就是先暂时停赛 嗯然后就是让学生可以可能在学业方面可能就是再更加强 然后是因为有听到就是一些家长的反对声音 嗯所以就是才会停赛这样子 嗯主要就是因为怕小朋友的课业跟这个比赛没有办法取得平衡嘛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比赛还是要练习 嗯所以就先停赛了好可惜哦 嗯所以你刚刚讲到说这是图版的实验小学 嗯那图版那边算是一个部落吗 是是一个部落 嗯他们是哪一组 他们是排湾族部落 OK那排湾族部落这边你们刚到的时候 你们怎么样去跟他们打成一片 嗯这个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凄凉的故事 凄凉 就是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去打工换宿也是在台东 嗯那那个是一个阿美族部落 嗯那大家都知道阿美族通常比较都是很热情 给人一种很热情的印象 嗯那我们就是我们没有接触过可能排湾族的原住民这样 然后嗯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印象 然后到当天的时候觉得有点冷清 因为其实发现他们是比较害羞吗 嗯就是比较害羞 然后嗯比较内敛 比较内敛 对就是看到不认识的人 他们不会像就是阿美族一样就是 可能就是伸出大大的拥抱欢迎你们的那种感觉 嗯然后我们就有一点觉得 嗯他们是不喜欢我们吗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有一点觉得我们好像嗯就是不太顺利 嗯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是刻板印象啦 大家都觉得原住民就是非常的热情啊乐天啊 没有其实我们节目之前有访问过非常害羞的原住民 你问他什么他就是微笑 可是我们是广播节目这样 所以就是一样我们还是会有不同的民族 他有不同的一个特质 但是呢我们到了排湾族这边 其实我们也不了解说他们其实是比较害羞的 所以你们一开始也觉得自己不受欢迎 那后来呢后来是怎么样去跟他们打成一片的 就是我们在当天晚上 我们两个人就在那个就是住的地方 我们两个就有一点都不讲话 然后觉得完蛋 我们接下来日子不好过 就是因为他们都不太理我们 那我们要就是进行每天的纪录 跟每天跟那个最后的纪录片 一定会没有办法很顺利 然后就难过了一个晚上之后 日子还是得继续过 所以我们就是隔天 隔天早上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是到部落就是乱走乱走 看会遇到谁 然后我们就就是不管 就是踏出去找别人讲话 对 然后就看怎么样再说 然后后来是刚好 我们在一个一个门前面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对我们住的地方的门前面 大门前面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拍拍照什么的 然后就刚好有那个 跟妹妹 妹妹经过 然后她也是 我觉得妹妹比较 比较没有到那么害羞内敛 对 然后她就有点好奇我们在干嘛 然后她就就来问我们 然后我们就想说 抓到这个机会 然后就问问看妹妹说 妹妹可以带我们到 就是部落里面 就是认识一下吗 然后她也就是还蛮热情的 就说好啊 然后因为妹妹就是 她是国中生 然后她跟那个部落的人 都还蛮熟的 所以就是她带我们走的时候 大家就会就会很好奇说 妹妹带了什么人啊 他们是谁啊 然后就间接认识了那边的人 你们这样子 其实一开始就有说 你们观察到 排湾族跟阿美族 其实民族特性不太一样嘛 但是去到那儿 不是只有看他们很害羞的 他们还有没有什么特色 是让你们觉得 这是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的 就你们这15天的观察下来 就是在我们 就是在部落里面乱走乱走的时候 我们就是还蛮惊讶是他们的建筑物 跟就是一些涂鸦 就是他们都会用还蛮鲜艳的颜色 就是什么粉红色啊 橘色啊 黄色啊 绿色啊 然后是我们平常不太会见到的颜色 然后跟一些涂鸦 就是涂腾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漂亮哦 然后就是慢慢的也听一些 不是排湾族的 可是是有在当地生活的人 他们就说 他们的那个美术天分真的很厉害 然后我们也真的就是 听他这么讲之后 我们真的慢慢观察 就觉得 哇真的耶 他们都还蛮会画画 对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像我们在带有一个课程 是阅读课程 对 是阅读课程 然后就是 我有带他们做小书 是低年级的小朋友 然后有一个弟弟他很可爱 他就是他要画 那个小书 他要画一个故事 然后他就画了一个感情的故事 然后他不是像我们是画火柴人 他是画的很精致的那一种 对 然后他的细节也很多 那我就 有一次我就不经意的 我就问他说 那你以后会想要做什么 他说我想要当艺术家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 他就让我觉得 他们排完族真的是一个 很有艺术细胞的民族 所以不要再以为 原住民只是会开玩笑 然后很好相处 很厉害喝和很厉害唱歌 人家也很会画图好不好 就是其实是不同的民族 有不同的特色 那除了这个呢 因为我们一般人 对于原住民族的部分 还是部落的部分 我们就会想到祭典 那那边有祭典吗 你们在的时候 我们在的时候没有遇到 因为已经结束了 他们有的祭典就是叫五年祭 然后他有一个收成祭 但是我们刚好去都刚好错过 所以就没有看到 可是我们有在那边逛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公园 然后他有一些 就是关于他们祭典的雕像 跟一些就是那个看板故事 然后我们就就是认识了一下 然后他是有一个比较特别 是叫刺球文化 就是是在五年祭的时候 会有的一个仪式 然后那个仪式是 我个人听起来觉得有一点 可怕 对可怕 就是他会抛出一个球 然后抛上去 然后下面会有集结 就是各个部落 就是青年男子 然后那颗球会被巫师赋予一个象征 就是他可能是凶 可能是急 就是他可能有带来厄运 或是带来好运 然后下面的人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是要去刺 然后刺到的人 他可能就是可能是凶的话 他接下来一年就会过得 很倒霉 对对对 他现在是代表家族的 对 所以整个家族都会很倒霉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嗯 就是听到这个 巫师是怎么回事呢 就他就应该可以给那个球一个 比如说急呀 或者是很好啊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有急跟凶啊 我觉得那是一种 从上就是自然嘛 就是这个是 自然中本来就会有好跟坏 然后他们其实就算你 我们有就我们也很好奇说 那如果我刺到凶的话怎么办 就其实他们也有一个叫做除 除恶吗 对除恶的一个仪式 也是由巫师去进行的 对 所以其实还是有解啦 还是有解 如果你刺到这个凶的球 那不想要全家人倒霉的话 就请巫师帮你除恶这样子 很有趣 那时候还有听到一个 就是一对爷爷奶奶 他们跟我分享 就是他们家 因为这个刺球文化 带来的一些不幸嘛 就是他的 他的有一个儿子吧 然后他是在进行刺球文化之后 然后他就过世了 然后就是 就其实他的过世原因 是因为他爱喝酒 可是那个那对爷爷奶奶 就是认定是因为刺球文化 带来的不幸 所以让他们就是家整个 就是不太好 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去访问他的时候 其实他对于排湾族的这个 巫师的记忆 还蛮就是反对 可是其实有时候 他也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托付啦 对就是不管是好跟坏这样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跟我们分享 你们在那边的故事 好 欢迎回来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 我们邀请的是 来到我们台东南怀健康促进 关怀服务协会 蹲点的两位同学 那我们先欢迎他们出来 一个呢是我们台大的洪若婷 若婷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个是我们师大的陈安琪 安琪好 哈喽大家好 好那文婷呢 刚刚有跟两位同学聊到的 就是说你们到那边 一开始是因为红苔嘛 那本来是要去桃园的比亚外部落 那因为连外道路被台风给吞没了 这样子就是不能交通了 那所以就到了台东的南回 那可是你们到台东这边来 也遇到台风啊 是中间的时候吗 就是去的第五天 然后就那时候 好像是台风的新闻就出现了 就还慢慢逼近 对 然后我们就接到通知说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算是比较偏山里面 那中华电信就通知我们说 那可能要先到比较平地的地方 那就是避台风 那一开始他还问我们说 你们可以回家吗 那我们整个是回家 因为我们都住台北 对 其实他们基金会这边 也是为了你们着想啦 就是怕说两个同学在山上 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搞不好全家都叫红苔吹起了 那你们就跟着飞走了这样 那可是因为这样子 本来是15天的蹲点 那你们就会有变成一两天 没有办法去做记录 对不对 对 那怎么办 所以其实我们有延后回来 我们本来是预计15天嘛 那我们后来有延了两天 那那两天 避台风的那两天 我们就是比较算是在休息 但那时候其实有一个 电子晶片奖的比赛 所以我们就用了那两天去 去做那个部分的影片 所以其实你们还是有利用那两天 去做一点事情嘛 去到那边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事情 因为毕竟两位都是住在台北 然后你们到了台东 之前虽然有去打工换书 可是我觉得你们打工换书 应该也不是到部落里面 那么偏远的地方 那偏远的地方总是还是有一些 生活不方便的部分嘛 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 还是要一直吃泡面 还是怎样 吃的确是一个 的确是一个小问题 对对对对 对但其实 主要是因为那边的人家 好像比较多是自己煮 自己家开货 然后像我们就是平常 都会去吃一家早餐店 可是很有趣是 我们早中晚都去吃那家早餐店 因为没有别的店这样 对因为没有别的店 然后你们又不会煮 所以就只好去那边 幸好早餐店有开到晚上这样 那附近根本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 就是我们原先去的时候 有准备一些饼干 然后我们就变成只吃那些饼干 哇好辛苦 跟之前来上节目的同学都不一样 那你知道有其他组同学吃很饱吗 知道 因为我们还都称我们自己是那个什么 午餐难民晚餐难民 难怪 这一组同学是我讨问到现在 看起来最散的 原来是因为这样 其他都是变胖回来 这两个就是去那边有饿到这样 还好是两个水公女儿这样 就是瘦也没有关系 就是现在毕竟都追求身材好瘦嘛 刚刚讲到说其实店家不多 所以那边其实就业机会也很少 我们就说到回来说偏向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边的年轻人应该很少吧 你们看到应该都是四大跟小孩 那怎么跟他们相处 还是说你们在那边又遇到不错的青壮年 然后可以去跟他有一些互动 有吗 青壮年几乎是没有 对大部分都是就是可能我们的妈妈背 爸爸背的 或是爷爷奶奶背的 但如果说青壮年的话是有 就是我们回来的前一天 前一两天 遇到了一位就是叫做兰宝的排湾族人 那他其实是一个猎人的身份 然后他自己本身在部落里面 开了一个部落教室 他是想要因为学校里面有民族教育 那他做的事情也是很类似要传承文化的 对那就是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对就是他其实是他是一个血缸青年 他有很多的头衔 对然后就是主要是猎人这部分 因为就是我们有算是拜托他吧 就是因为他我们是那一天 就是什么 我们要回家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刚好就是跟他约 就是要去访问他 然后就是访问完结束 他就跟我们分享说 他明天早上要去就是山上采野草 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就很大胆的这样问 就是其实我们下午就要回去了 可是我们就想说就把握机会吧 就是做一些平常没有做过的事情 拼了这样 然后就他说真的吗 我明天早上很早就要起床了 然后我们就好 对然后就是隔天就是我们就去找他 然后他就带我们就是去山上 算是采野菜 然后去认识就是那边的一些生态 然后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会接一些导览 然后他说他的导览费 就是可能一个人要几千块 然后他没有跟我们收钱 就是赚到 他说我们不收钱 但是我们回来之后不可以乱讲话 现在就在乱讲话 他当然跟你们开玩笑 不过我相信他的导览一定非常的精彩 有价值 那也的确我们本来找人导览就应该要付费 这应该啦 那所以你们两个是真的赚到了啦 那在那边看到的生态啊 还有你们那天摘的野菜 现在还有印象吗 好像是爬丸族很喜欢赋予植物或是动物 一个还蛮美丽的故事 对就是他会说 假设这个这根稻草 它是他们某个仙人过世之后 幻化成的一株植物之类的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很常会就是让它变成一个 很美的故事 对对对 所以你们在那边听了很多的故事 对 但是现在都忘光了 我还不会记得一个 好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树是 它是有金黄色的叶子 凤蝶树 那因为那棵树它 蝴蝶的 的 就是食物链当中 它们是就是一起的这样 所以其实 但是它金黄色叶子 我们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美丽 那蓝宝想要跟我们说的是 虽然我们看到这么美丽的树 但是我们并不能把它砍掉 不能占为己有 因为那个是 蝴蝶也是一个 它的生命的来源 然后所以它想跟我们说的事情就是 人类不可以看到美丽的事物 就把它剥夺掉 因为如果我们剥夺掉了之后 只会变得更贪婪 那后面的人或是甚至动物植物 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 跟它一起走猎人小径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收获最大就是 它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是 人类跟自然其实是可以共存 可以完全不需要去竞争的 就是美好的事物 我们就让它留在那里 那我们未来有更多的人 可以看到这么美的树 这么美的一个生态环境 我们就是把它拍起来 然后放在心里面 或眼睛好好的看到宝 这样子是就对大自然 最棒的一件事情 也对我们的后代 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那这个是你们在那边 遇到的人吗 那你们两个 在那边有没有什么 特别要感谢的人 在那边要特别感谢的人 应该是我们 在那边有认识了一个 就是 他是叫我们叫他什么 董妈妈 对就是 他是在那边经营 也是像小餐馆 但是他的营业时间 就是非常随性的 因为那时候刚好 就是中秋节快到了 然后他就做一些月饼 凤梨书 然后就是我们 就是有事没事 就会路过他那里 然后他就会 就是给我们吃 然后因为他其实 虽然很害羞 但是我们每次去找他的时候 他都会就是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问他什么问题 他就会和我们分享 然后其实我们还蛮感谢 就是因为从他那里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 认识这个图办地区的 一些文化跟资讯 然后变成说 我们每天可以记录的东西 就是素材就可以 就有了 然后就是还蛮感谢他这样子 也很感谢说 因为我们要去记录的时候 我们常常两个都是 手拿相机的 那其实一般人看到 都会有点抗拒 但他们都不会说 叫我们不要拍 或是就表现得不自然 所以很感谢他们都会 很愿意的让我们拍摄 算是很愿意配合 就是也帮他们 把这边的文化散播出去 那我不知道两位在那边 表现得怎么样 你们给自己的表现 打几分 满分是十分 那你们给自己 八点五 八点五 反正就八分到八点五 算是终上的成绩 可是自己讲不算数 我们call out给当地的人 然后让他来讲一下 你们在那边的表现 好不好 我们现在要call out 是图版部落的 林学伟主任 好我们现在先call out给他 现在呢在我们节目线上的 就是我们图版部落的 林学伟主任 主任好 大家好 上午好 好主任 现在我们的两个 去蹲点的同学 就是若婷跟安琪 也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要不要也跟主任问个好 主任好 安琪若婷好 主任你觉得这两个同学 到部落里面来 那他们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你给他们打几分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八分 那也很不错的成绩 也跟他们打的成绩差不多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他们两个在那边 帮了我们图版部落 做了哪些事吗 是很开心 他们有帮我带学生 那如果说以后啊 有人要去那边蹲点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让大家可以 更快的融入那边 可以带个小朋友 或者是带老师一起去 所以去那边的话 就是让当地的人去 帮这些蹲点的同学 去做介绍这样吗 对 好 可不可以也给他们 一段祝福的话 安琪跟若婷 希望你们加油 然后希望你们的影片 可以有很好的成绩 好 我刚才也看完了 那你看完之后觉得如何 有没有什么想法 还蛮感动的 他们真的做好多事情 默默的做了好多 我都没有看到 但是透过影片 都有看到了 对不对 对 那这个影片呢 因为票选到 节目播出的时候 已经是最后一天的票选了 所以也请学会主任 多多的帮他们宣传跟分享 可以哦 好 那现在就谢谢学会主任了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这是当地的人 给你们的一个评价 所以差不多耶 我觉得八分也是非常好的成绩 那你们两个 最后一点时间 我觉得 就是让你们跟彼此 说一段话 因为平常朝夕相处 又是好朋友 其实也不太会说一些 比较感性的话 那趁这个时候 节目有时间 你们就在空中 跟对方讲一下说 这15天来 我有多生气 不是啊 我有多感谢你 这样 好 我们先让若婷开始 好 其实我还蛮意外 这15天 我们几乎没有吵架 也没有就是 任何的不开心 意外是你本来想跟他吵架 不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没有办法跟同一个人 可以相处这么久 我可能会觉得很厌烦 还是怎么样 但是就是整个15天下来 我完全就是没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觉得 哇我们也太合了吧 就是 就是怎么可以就是 不管我想什么 他都想的一样的东西 很有默契 对真的 然后就其实 经过这17天 对 然后我觉得我更认识他了 就其实我们已经 认识了4年多吧 对 然后我原本以为我已经 够认识他这个人 对 结果就是经过了这15天 我发现 他比我想的还要 还要可爱 就是 就是不知道 我觉得他常常会有一些 就是很调皮的行为 就是原本我以为 他是一个 可能还蛮严肃的吧 对 但也不是那种 就是很讨厌的严肃 就是比较 认真一点 认真的人 对 然后就他在那边 给我的一些 一些行为 让我觉得就 哦 原来你会这样子 是一个 让我们变得更亲近的 一个活动 对 然后也很谢谢他 不知道我真的觉得 我们真的怎么那么和安 因为每天都要影片 又要文字 然后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说好 然后就各自就负责了 就分工好了 然后每天还会轮流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就可以 这么有默契 对对对 有时候 他也会帮我 cover一些我的事情 然后也会 给我一些鼓励 我觉得 很谢谢 你 嗯 好 若婷给安琪的话嘛 那安琪呢 你有什么话要跟若婷讲 嗯 先谢谢若婷刚刚的 告白嘛 那我觉得压力好大 嗯 就是我其实还蛮 感谢他 就是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像他刚刚说的 我也觉得我们很合 然后好像很多事情都不用特别的说嘛 就是我们的意见就会是可能就是一样 或是就是 呃我们就算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也很也很顺利 就是都不会说吵架或是什么的 嗯 对然后也很棒的就是因为若婷本身就是一个还蛮蛮开朗的人 就我很喜欢他的开朗就会让我也跟着一起就是心情很好什么的 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他都很喜欢跟我一起冒险 就是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点子 然后他就会就他就会愿意跟我一起坐 然后嗯 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两个骑摩托车嘛 就骑一个阿姨借我们的摩托车 然后是就他骑在前面 然后我是反着坐的 因为我们想要爬上山看那个整个部落 嗯 然后我们也是想要就想说 哎那就收集一点素材好了 嗯 然后我就这样子坐在后面拍 然后我们俩就非常信任对方的 就是其实有点危险的行为 嗯 但就是我觉得那个经验也是蛮有趣的 嗯 就为了拍片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嘛 嗯 嗯 对啊 就是很很感谢他 然后其实我也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更认识他 对 像有时候 嗯 我觉得难免情绪会有高低起伏 嗯 然后 我觉得有一次可能是我们 就是有一次上课 然后是因为时间有被影响到 所以我们那天就没有很顺利的上到课 那就是若婷他就有一点 比较就就很难过吧 因为就是很难免说一定会觉得很失落 嗯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可能看到平常比较不像他的一面 我觉得就更认识这个人整个面相 对 嗯 然后我觉得经过这一次的经验 好像我们也更能够去理解彼此 然后也更知道对方的想法什么的 嗯 好棒哦 我觉得有一个人愿意支持你 然后跟你一起去做一些 看起来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有点大胆的一个举动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反正就这15天也见证了你们的友情 反正越来越好了 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可以一直都这么顺利 然后感情也越来越好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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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